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懂吗 对了 这有一颗图有新的 小片 太难看了 这照得也太模糊了 猛大 要找到去战虎营的路 必须要到万家 那个万老爷子知道去战虎营的路 可是那个万老爷子不好对付啊 徐将军 没我的命令 是谁让你杀死的那个镇长 是景义军的命令 将军 我不读不说 在职务上 我必须要服从景义军命令 但是 在杀镇长这件事上 我认为景义军公报私仇 将军 我认为景义军公司 不要说了 你们跟我过来 我真应该想对待镇庭那样 一枪把你打死 请 二位请看 这里是昆仑关的战俘营 在这个战俘营里 管着一个重要的犯人 他叫 老师说的这个 我知道 他的附近是重庆的高官 我们可以利用它 利用它来控制国民党的高层 你错了 现在我们下的这盘棋 是盘明棋呀 敌方已经知道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屠游信已经没什么价值 那依老师的意思 我们怎么利用它 我是要利用这个屠游信作为诱饵 我已经放出风去 说这个屠游信 掌握着许多国民党重要的不防情况 这样 敌方就会拼着死命来救它 据可靠情报 来救它的这些人 还是你的老对手 老师 以现在战福营的兵力 来对付他们 恐怕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张王牌吗 万家大院那个万老爷 你要去万家等他们 我已经算好了 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出现 你刚才为什么在将军的面前说我公报自仇 杀镇长跟整个的任务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那个镇长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 二十年前 镇长一劳工输出到日本 认识了灵子的母亲 灵子是镇长的女儿 你怎么会知道的 这几次任务失败 将军已经对灵子动了杀机 如果再让将军知道灵子的父亲是个中国人的话 那灵子的生命就更积极可畏了 所以西先生 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拜托了 我 我刚才不就一时冲动 差点说出来了 放心吧 感谢 Fotovim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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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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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用 太监来了 太监 您这是 你听说过老景家的人吗 老景家 没有 这是老万家 你知不知道锦衣男是谁 不要 旧闻大名 旧闻大名 您可是我们万家的恩人哪 快快快 快给太监闻倒茶去 好嘞 知道我为什么来你们这儿吗 不知道 我来你们这儿 是为了等几个旧相好 旧相好 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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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老爷 我知道您和金凤的关系 他呀 是贪您的财 只有我 是爱您这个人 小灵子 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 要是在冬天 你们俩一边一个 那多闹 老爷 您真坏 你以为我愿意吗 一个大男人三妻四妾 家里的负担得多重 要不是看在你们 孤苦伶仃 没人疼 没人爱 在这乱世之中 你们怎么活呀 老爷 您啊 还真会疼人呢 咱们姐妹俩 你吃哪门子醋啊 小灵 先出去吧 我还有事跟老爷说呢 老爷 您说那位锦衣男少佐 来咱们家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黄鼠狼给鸡拜年 那咱们家 真的要归胜于皇军吗 我们万家 祖祖辈辈住在这里 我不能让祖上留下的家产 毁在我的手里 好了 照顾厨房上菜 我去请景衣男少佐 好 来 来 大军 我和那人再敬您一杯 谢谢 谢谢 我希望 您能够好好照顾外老爷 你 结果不能有任何闪失 是 万老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一定可以长命百岁 谢谢 您是中国人的这个 太军 您太客气了 您是日本人的这个 我听说 万老爷的长子万全 在国军队伍里面 也是个军官 太军明察呀 是这样的 前些年山里边闹土匪不太平 全子无奈 就投奔了国军 不过 很多年没联系了 这场战争 谁都是被迫的 对 对 对 太军放心 日后我如果能够见到全子 我一定命他 被皇军效劳 万老爷果然神明大义 太军 此次光连寒舍 不知是路过 还是随便散散心 我这次的目的地 是战俘营 但是 我要在你这里 等几个朋友 那朋友是 他们都是中国人 他们的名字叫 叫做武良逢 招猛子 如果你们碰到他们的话 我希望你们替我保密 不要告诉他 我就在这里 有意思 太军 既然是朋友 为什么还要保密呢 我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 因为战俘营在敌战区 所以狙狙牌乔装打扮 开始行动 这次任务 跟咱们上次刺杀韩奸一样 不许带任何身份证明 记住咱们这老百姓了 记住了啊 行 我知道 你帮我拿会儿不行 你帮我拿会儿不行 杀死我了 你们说我这么大的山 咱们连战兵的位置都不知道 上哪儿找去 找到河就能找到他 为什么呀 要行军那不得喝水啊 咱们也有水壶啊 有水壶有屁用啊 你喝完不得惯啊 那咱们你这条路走 敌人也知道啊 万一是埋伏怎么办 你怎么得回去 走吧 那还得走啊 好 希望他们是战兵派出来的训练队 要试就好了 咱们就离要找的地儿不远了 哎 没看他们都是青座河 我也要走上查灯 走 这应该就是万家大院 万家大院有个主人他们叫万老爷子 是当地的土皇上 他老在鬼子地板上的AOB啊 肯定是派遣子 是寒奸好啊 他一定知道战兵营的位置 我们得从他那儿得到点消息 那对鬼子还追不追 先追 等等 小河 你自己啊 人都不方便 银子离我受 你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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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回来了 小心 别擅自行动啊 除非安全 好了 我该回去休息了 送太君回房间 是 上走 请 老爷 这个太君说话阴阳怪气的 好像话里有话呀 这饭菜她一口都没吃 我不也一口都没吃吗 刚刚她说万全的时候 我汗都吓出来了 这么如花似语的姑娘 藏在这山宅大远之中 岂不是可惜呀 可惜吗 我觉得是可悲吧 可悲在我家里碰见你 你是谁啊 这是老爷的恩人 景一南少祖 这是大小姐 原来是万家的大小姐 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不在日本待着 怕我们中国来干什么 你们中国有大好河山 让我魂牵梦绕 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姑娘 如果我不来中国 岂不是终身遗憾 上走 请 爹 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我出来是想听听她说什么 你们不是听不懂日语吗 不过 她竟然会说中国话 而且还说得那么好 听说她是个中国通 以后这种场合不要搂面 听见了吗 我跟你说了一万遍了 就是记不住 爹 你如果真的怕日本人打我的主意 就不要再跟他们来往了 乱讲 这种话是你姑娘家当说的吗 书都读到哪去了 以后不许这么跟你爹讲话 可我说的都是实话 就是因为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所以我分得清楚是非黑白 我不想喝你正嘴 实话告诉你 我也不喜欢和日本人打交道 这都是不得已 咱们这么大的街也存在这儿了 单靠你哥哥 别的人咱不怕 可是日本人惹不起 有些事情你就必须学会 借口 当初我要从日本回来 你就是不让我回来 还劝我找个日本人嫁了 怎么我一回来 你倒不让我跟日本人接触了 此一时彼一时 年纪不小了 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呢 小林 你爸爸和日本人打交道 那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呀 你想想 这日本人到过的地方 有几栋房子是完整的呀 你爸爸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呢 不对 是因为爹给日本人提供物资 趁机发国难财 日本人才不动咱们家的 爹 你不希望哥哥知道吧 你跟你哥哥说了 还没呢 但是如果爹再帮助日本人的话 我就去告诉哥哥 不可以 你这是在害你哥哥 你也知道是在害哥哥 你还要这么做 你现在这么做 就不是在害哥哥吗 我听哥哥说这几日 日本军队和国军都集结在贵南 马上就要大战了 这个时候你还在帮助日本人 你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说话极力点 什么叫自找死路 你当汉奸 就是自找死路 还要我说极力话 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国军要是知道你帮助日本人 就把你拖出去枪毙了 极力什么呀 哥哥是国军的军官 你是想拉着他陪你一起被枪毙吗 闭嘴 不许说下去了 小林啊 你就别生气了啊 这都是你爸爸不好 待会儿我帮你劝劝他 这个家早晚会在你手里 全家人都会被你害死 等等 不许在你哥哥面前胡说八道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告诉哥哥 不是想替你隐瞒 我是怕我哥哥接受不了 请请 邵总 请 邵总 请 邵总 你还记得我 我是万家的管家 叫万里 您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黄管家 坐吧 不看 不看 邵总 您有什么事吗 黄管家 我对你是早有耳闻啊 我知道 你和这万家的女眷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他可是万老爷的人 你想如果万老爷知道的话 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少总 少总 你千万要给我保密 要保密啊 保密是要付出代价的 即便我不说这事 你看看现在的万家 万老爷年事已够 大公子有多年和家里没有联系 这万家的家业荒废之小 但是作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 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后盾 着实是可惜啊 少总 万里生是皇军的人 死是皇军的鬼 在老爷的百年之后 小的一样为皇军效力 你不觉得万老爷的百年 有点成吗 少总的意思是 俗话说 夜长梦多 想得到万家的家业 和这一屋的女眷 从现在开始 我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样 你的美梦才能够实现 好好好 小的愿意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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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位怎么没敲门就进来了 打扰打扰打扰 我们是京城李冠祥李老板的手下 明白明白 你们李老板和我们万老爷子是生死至交 你们有何贵干呢 我们李老板最近想下来走动走动 让我们来探探路 这不是天色已晚我们路过您这儿 于是就想 你们是来借宿的吧 是是是 可是 你们这一身打扮 这年头啊 时局动了 咱们穿成这样 也只是为了方便寝出而已 这一位就是咱们李老板的大管家 李老板的大管家我认识啊 家父年事已高 回乡休息了 现在我来当管家 小兄弟 怎么称呼啊 您叫我猛子就行了 王猛 对对对 王猛 王猛 好 我给你们安排上等房 回头我跟万老爷禀报一声 吃喝全眠 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再跟小凤楼弄两个 给你们快活快活 这就不必了 不瞒您说 咱们家这位管家呀 就是因为这事 和他家那位闹得天翻地覆 过段时间 过段时间 好好好 请请请 各位来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这间房 是我们家最后一间房 也是最好的一间房啊 俗话说得好啊 屁股上的肉最肥 这间房 就是我们家的豚肩肉 你们先歇着 来 通知厨房 给他们弄些馒头 打打底 我们这里的馒头 可是当地的一霸呀 有劳了 有劳了 先歇着 歇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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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绝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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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家不剧头 那我安排几个人 把他们了结了 如果他们被你们了结了 那我们 还怎么统治你们中国 怪我多嘴 怪我多嘴 他们人还没到齐 这些不过是餐前的典型 餐前典型 这可是法国的说法 少佐 您去过法国 是啊 法国 巴黎 乡下离蛇大街 一个让人魂圈梦饶的地方 我还在那买过化妆品呢 少佐 那我们的菜 什么时候上齐啊 所谓正餐缺一不可 将我算容 我要的都得上来 我明白了 少佐 那我去准备准备 那几个山客 自称是李老板的管家跟伙计 我看不像 警医男 少佐 认出了他们 他们就是 警医男 少佐所说的 那几个朋友 那警医男 所说的给他们个惊喜 这个惊喜 就是把他们给杀了 少佐说 现在还不能用枪把他们打死 以免惊动 另外那个没来的 他让你去下毒 您怎么知道 我跟警医男打交道很久了 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 去吧 是 门头是当弟弟一把 多新鲜 这就是所谓上了 真过气 这间不可能是烧烤 也有问题 那我小妹 小妹 小妹 把枪醒醒来 你好 晚上 找人放手啊 好 你说 这上面一个命令 咱们就得去玩命 太不公平了 那个什么图游戏 算什么东西啊 他把要是中将 他能混成大象 行了 你就别抱怨了 人有个好电影起不过呀 有本事你自己 你自己当上中将啊 让你儿子有个好电影啊 哎 我要是有个儿子啊 我一定把他培养成将军 你先给我找个老婆看看吧 啊 怎么 你瞧不起我呀 喂 咱们 咱们 一直在这儿等着呀 先等小木回来再说 好 老爷 这埋兜里是不是有毒啊 我就是要毒死他们 你把他送进去 我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事成之后 不会亏待你的 送进去吧 管家 我 我真的不敢 你看你这没用的东西 真是个废物 小黑 休息会吧 我来盯着 好 孟子哥 这次任务结束之后 我想跟你请个假 怎么了 我想回家看看我娘 你当兵几年了 有三年 一直没回去吧 一直都没回去 当初我们哥仨一起参军 我是我家最小的 我娘想让我把我家的根留下 可是 我一咬牙就跑过来参军了 你的大哥二哥怎么样 他们都死在了真场上 孟子哥 这次任务十分坚决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命回去 如果真的回不去了 在我的床铺底下 有我这么多年积蓄 孟子哥 我希望到时候你能送给我娘 你别这么说啊 你娘就是我们整个狙击牌的娘 再说了 不可能不成功 别想那么多 听见没有 谢谢孟子哥 那你是给我家了 给家 给家 谢谢孟子哥 来 来 来 各位 这是老爷子 特意吩咐厨房 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 大家趁热吃 您看 现在天字还早 我们还不饿呢 您就放在这 我们饿了自然就会吃了 你们先尝尝吧 一好给我们这个馒头 做个评价呀 是啊 人家都说了 他这馒头是地方的一半 那我们就 恭敬不如从命了啊 小五 馒头刚出锅 小心烫了自己 这馒头啊 就是要趁热吃 趁热吃 是啊 这馒头热不复得多好吃啊 你看 十五 还不够 我都可以挡回来 万里亚 你觉得金凤怎么样 金凤 金凤好是好 可他是老爷子的人哪 我一个下人 什么商人下人的 只要维护大日本帝国 他想要什么 我就能让他得到什么 我会让金凤来实现你的愿望 好 好 你现在就去 到那帮中国人那里 看他们死了没有 我明白 好 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天都黑了 你说你一个女孩站在这我还以为是鬼 请问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是 你怎么知道的 有同伴还在万家大院吧 是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是国君吧 是 不是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不管你们是不是国君 我要告诉你 你们现在有危险 我们能有什么危险呢 如果我要是告诉你 谁要害你们的话 你要答应我饶了一个人 饶过谁 万家大院的万老爷子 你同意饶了他吗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我就放过他 还有 不能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 行 有一个叫景一南的日本鬼子 躲在万家大院里说要杀光你们 有还有陪神 在日本的时候 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奸国 你对我说那也象征我们的爱情 可是到了中国以后 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 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剑之后 跟我回去吧 我不能跟你回去 为什么 难道你与你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 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 你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锦衣男了 我都知道你会收到这边的锦衣男了 你还没说到这里